嗨大家好是陈一丁 今天是一期穿搭话题 就来聊聊赵露丝吧 她的穿搭其实参考度还挺高的 日常呢比较好驾驭 然后简单又温柔 而且把身材比例都修饰得很好 很多年轻妹子都可以一键复制粘贴的 那我们先来说说风格 其实两年前呢我们就写过她 当时她的风格基本稳定在明亮少女风 然后当时我说预计以后可以转型大家闺秀风 那看到现在呢 她的穿搭确实温柔稳重了不少 很有大家闺秀的感觉了 整体精致又有亲和力 很多女生呢也是可以同样把这两种风格做 自由转变啊或者适当融合的 那我们先说明亮少女风 像赵露丝这样五官线条圆 胶原蛋白感充足的少女脸 就会给人一种温暖柔和的清净感 文奇的长相呢 就会更偏向有冷感有故事的少女了 赵露丝不笑的时候脸型略微有点顿 能看出一点颧骨和下颌角 但笑起来骨骼就完全被淹没 只能看到饱满的苹果肌 整个人都明亮了的感觉 而且她个性非常开朗活泼 从长相到性格都很符合明亮少女感 有有内而外的感染力 那大家闺秀风是什么样的呢 现在的赵露丝依然有活泼搞怪的那一面 不过整体形象明显就更成熟稳重了 看她近期的活动状态 比前几年少了很多大笑啊鬼脸 举止更加优雅克制 显得整个人气质都淡然了一些 身材体态也变利落了 斜方肌消下去 然后脖颈呢就显得更温柔细长 削减了之前的敦厚圆润感 她的五官其实算比较立体的 面中鼻梁高 下巴线条呢也比较干净利落 再配合上神态的转变 清熟贵气感就出来了 如果你也是类似的 面部流畅骨骼立体比例适中的女生 就配上合适的妆发 就会很容易有大方端妆的气质 然后我们看赵露丝现在的穿搭 多半呢都能看到少女风和大家闺旧风的结合了 所以对暖风格的女生参考度是很大的 那我们首先说说对身材比例的优化 赵露丝的穿搭很适合小个子女生参考 第一招就是阔腿裤打造高腰线 翻看她的穿搭 会发现她一年四季穿着率最高的单品 就是阔腿裤了 除了寻传的黑色款啊 牛仔款 她还喜欢穿白色 米黄色 粉色这类浅色 更有轻盈放松的感觉 也蛮适合现在春夏的 比起紧身裤啊 这种阔腿裤自带膨胀感 可以平衡上半身亮感 不容易显得小个子女生头重脚轻 那再搭配偏修身的短款上衣 凸显出腰线 就能一下子优化身材比例了 然后秋冬呢 可以搭配一些长款上衣 也可以把衣服下摆塞好 强行制造出腰线 对比上宽下宽的55分穿搭 身高呢 一下子就可以涨10公分 第二招 穿搭重点放在上半身 她一般会把吸睛的设计 放在上半身 然后下半身保持简洁 这个也是我们小个子女生 穿搭的一个巧思 因为你一身穿搭中的亮点 会直接影响你的视觉重心 所以我们日常就可以想办法 多把视觉重心上衣 就能够悄悄显高 比如穿连衣裙的时候 像赵露丝一样 在外面套一件短开衫 那整体重点一下子拔高了 也变得更有层次感了 然后包包也可以利用上 最好选能背在上半身 而且大小合适的款式 相比大号的拖拖包啊 帆布包 小的这种斜胯包啊 腰包 腋下包 会更适合小个子女生 然后第三个 平衡好穿衣成熟度 身材较小的女生 穿衣很容易陷入两极 那就是有的款式穿上像童装 然后有的衣服呢 又像偷穿大人衣服 表示童感的姐妹请扣衣 就这类姐妹选款的时候 就要格外把握好 单品的成熟度 在幼稚和老气之间 掌控好平衡 就如果你单品颜色 比较活泼鲜嫩呢 那就保持款式简洁大方啊 素色啊 简单的条纹就可以了 这样就是能够中和一下 这个颜色上的幼态感 那相应呢 如果你穿深色衣服啊 就可以选有一点点装饰感 或者说设计感的单品 比如说娃娃领啊 不复杂的印花 整体呢就会甜而不腻 可以避免太平庸闲的路人了 很多女生喜欢可爱卡通 有童趣的图案啊 那这类印花是比较容易显幼稚的 如果要穿的话 就是衣服底色 就选稳重基础款就行 平衡你整体的稚嫩 那如果是基础款的纯色T恤 就可以通过一些特别的颜色 来增加亮点 那最后我们再说说 怎样通过细节增强精致度 因为相比高个子 小个子女生呢 在气场方面会比较吃亏 但也会有自己的优势 那就是比较小巧精致 很容易通过细节 来提升你的女性美的 比如这套灰色T恤 加米色长阔 本来很容易显寡淡 但被赵露丝搭得时髦又轻松 就第一个方法就是 我们可以多选精致灵动的配饰 比如相比那种非常华丽夸张的钻类 你就可以选颜色丰富的配饰 再搭上一些花朵元素 比较元气活泼 但如果想要打造温柔 稳重形象的时候呢 就可以选珍珠元素 跟饱满的皮肉相互硬沉 有种温柔优雅感 如果选了更小巧利落的金属配饰 那耳钉啊戒指都可以成套搭配上 同一用金色或者银色 就给人精心打扮过的完整感 另外显眼的发饰 也能让平凡的造型变得更出挑 然后风格比较可爱的女生 就可以尝试蝴蝶结 有种贵气小公主的感觉 第二个甜美有趣味的手机壳 和我想到一起去的姐妹倾扣一眼 就特别是对于平时喜欢 对镜自拍的女生来说 有一个好看亮眼 符合气质的手机壳 真的很能提升照片的氛围感的 然后赵露丝绝对算得上 是手机壳大户 最多的就是各种粉嫩色系 然后加上可爱的印花图案 整个画面都充满了甜美气息 手机支架也可以做文章的 比如选支架设计成玩偶啊 爱心的款式 日常拍照都很吸引眼球 穿搭简洁大方的时候呢 也可以挑一些和风格相符的单一色 那我们最后再说一下眼镜和帽子 大家还记得前面提过的 这身基础色穿搭吗 你看帽子就是一个很大的亮点 就既丰富了单品的种类 还和下半身啊 包链来了一个色系的微微呼应 然后赵露丝一年四季 都会把帽子就几乎焊在头上了 一方面就是看起来比较时髦 另一方面就是可以把注意力 吸引到面部 就加强美貌的印象 特别是贝雷帽各种款式啊 颜色都可以和穿搭呼应的 而且你可以用鞋带的方法 显脸小又更加俏皮活泼 夏天的时候呢 就可以选风格更休闲 色彩更明亮的帽子 比如渔夫帽啊 抱头帽 能给简单的穿搭一下子 增加那种活泼青春的风格亮点 眼镜也是半量力气 可以和你的穿衣风格搭配呼应的 比如你穿文艺碎花裙时呢 就可以选斯文的金边细框眼镜 日常休闲穿搭呢 就选存在感更强的粗镜框 然后前几年 它的墨镜以常见的 这种黑色款为主 但你看它现在款式呢 就明显更丰富了 因为经常尝试浅色啊 撞色款 跟小个子明亮活泼的风格更符合 那今天看了那么多 赵露丝的穿搭巧思 大家印象最深的是哪一点呢 可以在弹幕或者评论去交流一下 然后如果你也喜欢这种 明星穿搭话题的话 记得点赞收藏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